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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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說得及回來 剛剛出了街 今天很少人 一來有兩個原因 一來就是拜山 二來就是現在的記者會 兩三日才會有少少東西聽 正常來說 絕大部分時間都是看個案 看案例 看多少老人家 打什麼針 不像之前那樣 不要緊 趁他們結束 跟大家說一下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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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應該 2號還是1號開始 應該2號開始 那時候會有政府派發的防疫服務包 但是小弟 都是未收到的 小弟是未收到的 暫時 暫時未有 希望 不知什麼時候 快點有 貓 貓在等著吃東西 所以他不會理我們 不過我只是想知道 什麼時候到4月7號 哈哈哈哈 都是那句消費券 其實 九成的東西 都不關我和你 大家要是中了 就等 打針 要是打針 又等中 要是中了 又等 等開關 我也不知道 不過呢 這陣子 香港人對這個疫情的 注意度都不太高 我也可能在想 究竟什麼時候 這個疫情記者會 什麼時候不能做 哈哈哈哈 因為之前都是 因為疫情嚴峻 多人中招 才做這個轉播 其實現在我可以不細做 看看怎麼樣 我覺得 沒什麼所謂 還有 開著電腦 他只要 他只要不手機就可以了 看留言說 兩張 貓等教授 喂OK OK 怎樣聯絡你 是不是Facebook Facebook PM Facebook PM我 還有呢 香港人不是很留意疫情 現在已經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 選舉緊了 究竟誰做特首呢 特首會不會對於 疫情的措施 是有不同的呢 新的特首 究竟新的特首會不會鬆綁 或者更加收窄呢 譬如說 會不會首隊 一人限聚令 半人限聚令 那樣呢 就是不知道 林鄭呢 曾經 說呢 上海是一個效法的目標 就是不封城 只是封鴻 但是現在上海 出動了軍人和軍機 來控制上海市了 因為呢 大家都知道 上海一直是一個 沒有王館的地方 上海人是 不當自己是中國人的 上海是叫自己做上海人 他們都是堅持說上海話的 上海人是比較 才大氣促 因為以前有租界嘛 所以呢 上海人 上海人對外面的世界 看得多些的 他們都不 很 自豪自己的上海人 所以很多情況之下 都是不受控的 不受控 那又怎樣啊 出解放軍 解放軍就已經 進了上海城那裏 開著槍 很多軍車和軍機 在這裏 在這裏 控制上海這個地方 因為呢 不能亂的上海 上海亂了很嚴重的 那就不要緊了 林鄭這頭說 參考上海做法 那頭上海呀 混蛋 哈哈哈哈 看來公公做 我都跟大家講 之前都跟大家講過 一定是政務司做的 誰放上政務司 就誰做 不會越級挑戰 不會讓鄧炳強做 因為鄧炳強不是司長 那為什麼那時候 要放李家超上去 喂大哥 林鄭和李家超 一向不適合 不適合 貓合神力 那為什麼還要放他上去 放他上去 那個不是林鄭 是上面 上面要放李家超上去 上面要李家超上去 上面要李家超做 就是這麼簡單 那有幾個 可以分享一下 連登仔說 林鄭會不會去英國 就是很大比數的人 就說林鄭會走路 我告訴你應該不會 拿著這麼多機密 知道這麼多內隆的東西 你覺得共產黨會讓她走嗎 必讓林鄭跑了 那一定不會走 還有我說過 喂大哥 她那兩個公子 現在去了哪裡 都誠意的 那兩位公子是否做了自治 是否在大陸那裡 逗留著呢 真是不知道 那兩位公子現在在做什麼 去到哪裡 完全不知道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林若禧之前曾經 因為她媽媽 所以要回來 回來香港 因為她媽媽 被美國制裁 所以她要留下走 回來香港 這件事已經 郭大傳媒忽查了 而且2021年 林若禧 即是她第二個兒子 曾經 開zoom 然後參加網上的研討會 學術研討會 發現原來背景就是禮賓府 當時已經是回到香港了 但是呢 2022年 究竟會不會回到美國呢 因為她就說 她是受美國士丹福大學 受聘請的 即是她第二個兒子 但是她會不會成功去到外國呢 還有她的兒子 究竟現在是香港 還是 在香港被軟禁呢 大家都不知道 即是沒有人會知道 究竟 那兩個兒子去到哪裡 還有呢 即是你想走而已 就算林鄭上飛機也好 即是共產黨讓你上飛機也好 拿著這麼多機密 這麼多內隆東西 讓你走也好 讓你上飛機也好 外國是不會收你的 所以我覺得是不會走的 而且走了很醜 一完任就走 還有最重要的是她的兒子 她的兒子也不知道在香港還是在內地 但是呢 大兒子是林哲斯 林哲斯是一個很神奇的存在 因為以前呢 她是做過家的 曾經呢 她是在小米做 但是反送中之後 即是2019年3月之後 她就不做了 即是不做那個小米高層 那去了哪裡啊 就是 又是 沒有人知道的 即是她們兩個究竟在香港 生活著 在禮賓府 生活著 還是在內地 壓住了呢 大家都沒有人知道 那 智子是什麼呢 就是 好像春秋戰國那樣 秦超王營政也是做過智子 因為呢 就是每個國家都會 放自己的皇帝的下一代 在別人的國家做人質 拿著痛腳先 大家都會交換人質 給別人的 即不是交換人質 拿回來 是給別人的 譬如說 皇帝我放一個太子 在你的國家那裏 就是 智子 當年呢 因為她的父親 也是 趙國的 智子 放在趙國那裏 那 刑政幾經辛苦 才回到秦國那裏 然後才做秦始王 那林鄭兩位公子 究竟去了哪裏呢 沒有人知道 究竟 究竟 共產黨或者阿爺 會不會 可以 被林鄭或者兩位公子 全身而退 離開香港呢 我覺得沒有這個可能 應該走不了 還有 應該賣不到機票吧 林鄭沒有信用卡的 你 我真的不知道 以前呢 給Cash買機票 可以去那些旅行社 代買機票 但現在那些旅行社 都收皮了 真的不知道 還有 總之 最後一句 就是 林鄭應該走不了 大家無謂 有這樣的幻想 究竟會不會 英國那裏撞了林鄭 沒有可能 即是她兩個兒子 都不知道去了哪裏 還有她都說過 她2021年 3月那時 跟中央說 不能老 那不能老 那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呢 已經透露了 是家庭問題 家庭問題 2021年 未完任的時候 還有一年多兩年 未完任的時候 就跟中央說 我家庭問題不想做了 那大哥 你家庭問題 比你做特首 你做特首那時 沒有家庭問題的 你做特首那時 一樣結婚的 你做特首那時 選特首那時 你還是生了兩個兒子的 你做特首 你就覺得家庭重要 原來選的時候 覺得家庭不重要 喂 不是這樣吧 即是 你無論中途轉軌 那是什麼原因 驅使你突然之間 覺得家庭重要 比做特首呢 更重要 那你做特首那一秒鐘 你就預計自己做到原任 做到原任 那一刻 不會啊 做做特首 然後覺得家庭重要一點 好像 即是你現在後悔 你現在不是後悔 先 做做特首 2021年那時 就已經突然之間後悔 想不做特首 這件事 就是他自己說的 他自己說 就是2021年3月那時 兩會期間 就跟中央說 就不想做 家庭 家庭最重要 家庭最重要 家庭就希望我回家了 這樣 齊恩 齊恩走得很正常 他爸爸是沒有離心 但是林鄭友 林鄭友 還有 鄭若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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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現在是被消失了 或者是不可以在外國留意 因為被阿爺看到你有離心 就好像保釋後審 我給你保釋 但你一個屈尾十 又想走 想走路 想搭飛機 想搭船 想游泳走 我當然是不想讓你再保釋 立刻困住你 所以為什麼呢 鄭若驊現在 大波華現在是沒有了 你不可能被你這麼順滩走 鄭若驊是很想走 但是他被阿爺看到你有離心 就是你沒得走 那你說林鄭之後 會不會好像梁振英 成為國家領導人之一 我覺得一官半職 就有機會給他 但是我覺得他不想做 因為他又是漏了口風 他就說是完結了43年的政治生涯 完結了43年的政治生涯 就是他做完特首之後 是什麼鬼的七爺都不想做 或者是阿爺什麼鬼的七爺都不想讓他做 只有兩個原因 那當然不要緊 總之呢 他的政治生涯應該已經完結了 不會有什麼國家 什麼委員 什麼政協 應該是沒有的 他只是漏了口風 他就完結了43年的政治生涯 所以應該是不會再見到他了 那我告訴你 6月30日離任之後 應該都是李家超 那香港人就會很快懷念林鄭 其實我不是很明白 有些人是怎麼想的 就是他 走了就好了 林鄭不想見到你 難道你認為他走了真的會好嗎 我覺得沒有什麼分別 分分鐘盡差 所以很快就會發出 就會發現 就會有人在華臉林鄭 可能是 就是說 你 你真是一回事 但是你覺得他走了之後 香港會變好 不好意思 你想多了 OK 這陣子有什麼搞錯 除了記者會 見不到 不是我昨天也有開直播嗎 而且這陣子也沒有什麼法庭 直播來說比較少一點 你有興趣的資格下 教你律政司是誰 我也是這樣說 但是你應該預計不到 這件事 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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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樣想說 就是 01的消息 一向都不准 所以你經常聽到 01內部消息 其實比較不准 就是 之前01不是說 幾個人想做特首 跑馬仔 全部都是看評論 看看哪一個作者 另一些消息 那個評論 永遠是 吹得吹的 反而 哪份報紙的內幕消息 準確是 星多立報 何柱國 這個人 那些消息 是緊貼中央的 何柱國 這個人 是非常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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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消息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不是他人 是他請回來的總編準 都不頂 總之 不要理他 星多日報 說得出來的獨家消息 大概是十之八九 相反01那些 看完就算 開心完就算 01 今天又有故事聽了 他說 開始吹走李家超 他今天有個分析 就是說李家超做特首的話 就會有三個原因 是很好的 第一個原因 就是 我先看看 我都忘記了 第一個原因就是 紀律部隊的執行力高 他就說 現在香港人不需要按本子辦事的AO 所以就要找一個 不是政務官的系統出來的人 去做特首 咦 01 在說什麼 01就是 香港人不需要按本子辦事 這就是 是不是已經預計了 李家超不會按本子辦事 什麼是按本子辦事 就是 做一些不合規矩的事情 是不是 01 是不是這個意思 然後有個原因就是 沒有利益集團關係束縛 這個就是可圈可點 你視乎那個利益集團是什麼 譬如說 董建華的利益集團 就是捆綁住於商界 跟著 貪真 就是捆綁住於 即是貪真和六八九都是 都是捆綁住於 地產商 那林鄭 林鄭其實也沒有的 林鄭難道你因為 林鄭是有利益集團捆綁住嗎 其實你買單算是 林鄭是沒有利益集團捆綁住的 她不是商人 她是AO出身的 難道你說林鄭被政府利益集團捆綁住嗎 那你說不通 那你真是政府選特首 是不是 那林鄭是AO出身很正常 林鄭是政府出身很正常 政府出身的人做回政府的特首很正常 那她的意思就是 林鄭也是政界的人 所以是有利益集團的 咦 那李家超不是政府的人 不通 這個人真是 嘖 我也不知道 林鄭那個分析 就是想拆鞋 就是分析 我只看下去 他只是純粹安理由出來 是贊重李家超 但不要理他 我還是覺得 李家超 都是 都是下一任來的 真的 何柱國賣了 星島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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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了星島 先把主席推出 但是 何柱國的影響力 仍然存在 何柱國的勢力範圍仍存在 因為 新的 新的集團 叫做 佳兆業 大家有沒有聽過佳兆業 很難讀 佳兆業 賣了給佳兆業 但是佳兆業 好像不要理他 何柱國很久之前 應該是 應該是 2020年 還是2021年 當然是賣了星島 但是 就是 普遍來說 我都當何柱國 衰死猶生 有聽過他審 除暴高 他扮你除暴高 有有有有 除暴高 應該是很多事情 都還沒有公佈出來 或者是很多內幕的 除暴高 太不等正常了 非常不正常 《大公報》是不準 《大公報》是不準 《大公報》是自吹自擂 《大公報》是 真是作故事 看圖 作故事 《大公報》是沒有什麼消息來源 所以 《大公報》是完全 《大公文匯》都不需要理他 只是見風洗利 嚴格來說 他是黨媒也不算 黨媒也不算得上 這個體系的問題 沒辦法 昨天我和大家說過 一定是高票當選 沒得給你爭 就形成了高票當選民意 民意不是全香港七百萬人的民意 而是選委會的民意 選委會會 有很多的票數 可能七成八成九成 去贊成某一個人去當選 投給某一個人 今天就有消息出來了 我先看看 那個消息都不知道真是假 純粹看看 據了解李家超日內將有動作 而綜合建制派消息 今次特首選舉有機會以一人模式進行 但建制派仍希望有得選 為何建制派希望有得選 就是想完全受控 其實之前的幾次選舉也是 建制派仍然會有微言 也會有不喜歡 也不想被上面捆綁 建制派仍然有人不喜歡林鄭 建制派仍然有人不喜歡六百九 所以建制派仍然希望有得選 建制派仍然希望有你選 他不想被下一任特首吃著 一定是可以選擇的情況下 告訴你 其實我未必一定贊同你 但上面一定是極高票當選 一人模式或者1.5人模式 為甚麼1.5人模式 就是那伴哥是陪跑的 純粹只有體字 可能上方保健進去 跟李家超一起陪跑 好,上方保健一定沒有人投的 不用想 即是李家超也是股票當選 就是這樣 爆炸頭不准,爆炸頭是極準的 極高 準程度極高 李公公被制裁不能飛外國開會 那林鄭也是沒有,沒有甚麼分別 林鄭也是不會去外國開會的 不是太大的分別 可能反過來說 你選過沒有被制裁的人進去 他不是鬼來的 他不是鬼來的 你也是這樣想的 所以選得上去 做特首 當然選過有被制裁過 對不對 即是那個 那個 計算一定是這樣想的 那些選委明天進入中聯辦 不奇怪 明天應該是 那些人說是第一天 不會第一天 第一天是不會有人衝出來做特首 因為 上面那個政治生態 不可以這樣一次 第一天 提名期 第一天就馬上衝去提名 不可以的 所以昨天有人說 會不會有人想做特首 今天會進去 那天不會進去 不會去做提名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天就去進去 即是說 你很想選 你很想做 那這個畫面就不漂亮 跟中國一直在走的那套 那套 那套 官員生態 就不相比 怎樣做呢 就好像黃袍家身 其實都是 新潘的人 建議我去做 永遠不會說 我自己很想做特首 永遠都不會這樣說 林鄭也不會這樣說 林鄭也不會這樣說 林鄭也是上帝叫她去做 永遠都是 但是呢 唉 我做為什麼我要做官 不是我想做官 是我想為人民服務 有人叫我去做的 有人覺得我可以聖任 所以我去做 所以就不會是第一天出現的 今天第二天 不是不是 其實昨天也不是第一天 因為星期日是第一天 不要理會 總之是公眾假期是第一天 所以 走一個第一天 走一個第一天 走一個第一天就是昨天 今天第二天 但是今天是 放假 所以明天才是第二天 所以明天開始就應該有東西看 內地的生態就是這樣 那你怎麼可以選得到呢 當然是跟回內地的生態 就是這樣 隨暴高 現在說隨暴高 我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作用 因為呢 根本就是不透明的 所有東西都不透明 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呢 不到我們作主 現在會不會他們再拿回內地 隨暴高出來翻案 當然不會 當然是 所以呢 我們現在都想知道真相 但是永遠是不會知道的 隨暴高 葉劉算不算很想做特首 葉劉算不算很想做特首 葉劉是很想做特首 所以才被人叫做不要亂去搞 不要搞那麼多風雨出來 總之上面的心態就是 自己有不要搞事 好像選立法會這樣 蛇齋餅組不給出 掌心雷不給出 總之你投票 誰多就誰贏 不要搞那麼多小動作 不要搞那麼多噁心事 正常地 做一個正常的選舉 不要說人家戒票 說人家戒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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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高急這些不給出現 選特首的一樣 一定要是高民望 高票數 這樣去當選 如果葉劉出來戒票的話 那畫面不漂亮 那就是有撕裂 社會是不可以有撕裂的 社會是要和諧的 我愛共產黨 我愛祖國 祖國是不可以撕裂 香港是不可以撕裂 選舉是 選舉 每次選舉 都會有內地的小粉紅 就說不能好的選舉 因為太多爭拗 太多紛爭 選舉 一選舉 就會有很多人出來 指三指四 嘔來嘔去 就會令社會撕裂 很多爭執 不和諧 我身為一個外廣外代的中國人 嘔啊嘔啊嘔啊 嘔啊嘔啊 嘔啊 射到蛋糕那裡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又嘔啊 榴槤 蛋糕不好吃啊 蛋糕 所以 最後只會是高票的當選 你不要管他一不一人 模式啊 或者1.5人模式啊 或者兩人模式 不要緊的 總之是會高票當選 而且紛爭是少 你說什麼 競選論壇啊 互相針鋒相對的那些 不用想了 競選論壇可能有 發表一下政綱 但一定會很和平 不會互相屌老母 或者不會好像唐唐那樣 你講大話 這些肯定不會有的 所以不用想 大家都是中國人 大家都想要和諧 那就不用想了 躺平了 而且都不關大家的事 大家是中國人 大家要信任選委會選出來的人 所以大家都不要想太多 哈哈哈哈 那琉璃經常吐 從小到大都是這樣的 他有幾樣東西會吐 吃得太快就會吐 然後有些東西他不喜歡吃 他會很快吃完 然後再吐 他呢 他是 不吐才是正常的 不是不是不是 吐是正常 不吐是非常之好 但是呢 他吐就不是不正常的 放心 沒什麼的 但是他吐完之後 之後會再餵東西給他吃 大家不用擔心 哈 哈 已經習慣了 他已經是 哈哈 發了夢 啊 張先生又來了 張先生 是不是 每個頻道都會看到張先生 哈哈 什麼啊 就不信得英國管德好 不知道 他有機會吃得太急 但是很正常 現在有多少人候選 零 都沒有人入閘 現在全部都是消息 就是風來的 華人地區都不用擔心 有正常民主 民主 以中國人的術語 我們華人是有另類的民主 屬於華人自己的民主 就不是西方民主 屬於我們華人的民主 哈哈 這樣會不會好些些 如果是最接近西方民主的地方 就是日本和台灣 韓國都可以的 但是韓國呢 韓國呢 韓國很另類的 它 它 是限民主制度 但是呢 它 其實是財團管治的 財團已經壟斷了這個社會 它們的社會 是 並非 並非 一個 和西方國家一樣的 經濟模式 所以 在它們民主之下 每一任的總統 都會 都會被人 都會被人 要是 拉下台 要是 犯法 所以它們很獨特 你說它 算是 真的有民主 也可以 你說它不算是有民主 也可以 但是如果真的貼近西方民主 就只有日本和台灣 只要是 你隻貓也是這樣 會太急便會馬上吐 對吧 有的 其實很多貓都是這樣 其實是正常的 保安局搶 VS 保安阿醫 我會選保安阿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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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碼大家可以笑 但我這樣上網上連登看 很多人都很開心 或者上Facebook看 很多人都很開心 哎 林聖終於走了 那 那開車來做什麼呢 難道你覺得有改變嗎 不會的 只會越來越 越來越 越來越 越什麼好呢 越來越新香港 美里新香港 越來越 欸 完善新香港 所以我都不知道 是開心來做什麼 她是走了一回事 我知道大家很不喜歡林鄭 可能 不想見到她 但走了 有什麼值得開心呢 吃錯什麼 其實不是吃錯東西 應該是太急 因為原本是每天都是這樣吃的 一向都是這樣吃開 應該就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 對 沒錯 啊 Facebook 我也覺得林鄭 留任是最好的 真心的 為什麼呢 除了我是外國 外黨之外 啊 啊 為什麼我會 我會說林鄭 是留任最好的呢 因為我知道舊屎有多醜 我知道本身舊屎有多醜 我知道有多醜 我知道 有多醜 我知道 我知道捏住 可以忍受得到 或者我知道 舊屎有多醜 我走幾遠 就會聞不到 舊屎有多醜 的臭味 譬如我走過一條街的 我就已經聞不到 舊屎有多醜 但是現在呢 你給我另一條街的 那個未知數太高了 未知數太高了 未知數太高了 至少我生活 或者是大家香港人 都已經習慣了你玩那一套 習慣了林鄭玩那一套 然後下一套給你呢 你完全不能習慣 完全是期望不到任何事 沒有先例可依 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那個未知數太大 所以就是這樣 還有如果呢 在這樣的環境 上一個新的特首上去 其實這個環境 就只會 比起當時選林鄭出來的環境 更加貼碗 有沒有看黃喜這件事 我沒什麼看的 只是流鼻血 然後好像在那裡吵架 但是我看台灣的人 就應該 應該這麼說 香港人的出發點 跟台灣的出發點不同 香港人的出發點 就是說移民不移民 台灣人的出發點 不是說移民不移民 台灣人是說 應該這麼說 台灣人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哪一個是黃喜 呼 呼 呼 什麼水 不知道你是誰 他們 我看他們 那些論壇 那些說的那些 其實不太知道黃喜是誰 那些人 那些人 就覺得他是 啊 混蛋 你恃著自己 藝人身份 好像我出名 在牙斬斬 在那裡 衣牙鬆幹 我覺得他們是這樣的 但是 那些人說 什麼政治 黃不黃 疑不移民 香港人有沒有幫過台灣 香港人為什麼要走 那些人其實沒有考慮 進去的 我覺得大家看的 有點不同 我們當然是 我們看的就是 我們去台灣 我們是移民 我們會不會是二座公民 那些 我們出發點是 在那裡 但是台灣人看的 其實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的期望落差 是會跟台灣人 有些不同 台灣人可能覺得他是藍絲 藍絲 香港的香港人 都不是藍絲 專門過來 以為自己討好 那樣 他們是在台灣論壇那裡 是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 沒什麼好討論 沒什麼好討論 因為大家說的 都不同 我講的 我講的那個 你又跟我說 痘糖有多甜 完全不 完全不 嗯 我覺得是有點落差 多謝Cathy 777可以罵比卡超 可能 不讓發聲 都對 都 你說的都對 張先生又來 有人總結得 好 好 香港是法理情 對 這個對 這個非常之對 其實台灣 有一點像我們西方社會所說的 其實很多事情都不需要上升去法治 但香港人是說法律 規矩說得很嚴謹 例如說 街上有人打架 其實不用台灣人都說 王喜是共仔 是啊 沒錯 九成的台灣人都不知道王喜是誰 哈哈 所以我們這樣討論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看的東西跟他們看的東西不同 例如說我們在街上打架 兩個人打架 香港 立刻有三十秒內 已經有人跟你說 犯法的 拉他 警察 報警 有人打架 我們一說起這些 我們很快會把法治搬出來 但如果你在外國生活 兩個人打架 有什麼事不對就說得對 你就勸交 或者自己打死他 民間調節 他們是不會報警的 香港人每次都會報警 找警察來 你犯法 你這樣做 很快就會上升到法治這件事 當然 跟法治有沒有在這 是兩回事的 總之我們是會 有人打劫 報警 有人打架 報警 外國人是不相同的 有人打劫 有人打架 就直接打架 然後砌他一輪 然後 不想報警 也行 報警 不想理他 他們會 社會的層次先過法治 社會的先後是先過法治 這樣會說得更好 所以呢 我覺得大家看的事情不同 或者這樣說 例如香港拘捕殺人犯 警察是保護得很好的 但是台灣就不提 台灣會不小心 警察押著殺人犯 雙手綁在後面 然後帶他去上角度 過警察 警察會押著殺人犯 在街上走 然後很多人會在旁邊 扔雞蛋 扔菜 有時候不小心 扔到拳 那腳踢 都可以的 警察就不會抓人 當然是 他們的狀況是這樣的 他們覺得民意 或者民間的事情 可能比法治大 也不一定 但這件事情 大家有些期望落差 特別是 之前 什麼 鄭哲 殺人案 還是斬人 那件事 也是 他們會把疑犯 套住電單車頭盔 但是普通市民 是可以觸及到 扔一下雞蛋 扔一下菜 也是這樣的 而且有時候的風化案 也是這樣的 看台灣新聞 押著疑犯 就是套住電單車頭盔 等他不死就算了 為什麼要押著疑犯 會套住電單車頭盔 那電單車頭盔 就是保護他的頭 保護他的頭 警察都預料到 會有人扔雞蛋 有人扔菜 這樣 他們覺得很正常 所以大家的風土民情不同 討論不到 這件事 對台灣人很失望 你們說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 這件事 都沒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 反而 我覺得沒什麼 這件事 兩邊我都不是幫助 但這些事 一定會發生的 兩個文化 兩個地方不同的人 兩個文化背景不同的人 移民 我們就會有這些事 發生 所以我覺得很正常 沒有才奇怪 沒有才奇怪 那你說這件事 是針對人 還是針對這件事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討論 你說針對王妻的人 平日是怎樣 過往的往績是怎樣 這樣就可能可以 但是 我們兩個文化背景不同的群組 去討論這件事 其實 我們的意見很難言不切 李公公好保護PK下界政務司 可能是PK 要看一下究竟 PK會不會做特首 下一屆 我都跟大家說過 政務司的位置 如果懸空了 就一定要找人補償 究竟找誰補償呢 就是看看下一任的特首是誰 按照計 現在的步驟 比卡超升的話 鄧炳強就升 鄧炳強升上去 就蕭澤宜再升上去 一路過 如果真的比卡超做的 按道理就應該是鄧炳強 升到政務司的位置 然後呢 蕭澤宜又升上去 國安局局長 這條步驟應該是這樣的 原來是3.3 聽到炒菜的聲音 難怪不知 講講講講 完全沒有時間觀念 其實不是說哪一邊 完全對 不過台灣很無理 也是對的 不能說哪一邊完全對 還有呢 你這樣說 台灣是哪一個人 香港這一邊 那個人叫王喜 台灣是哪一個人 台灣呢 你可以說是台灣網民 台灣 台灣的網民 你找不到一個台灣的東西 Athority 是代表台灣的所有人 對這件事說的 你找不到的 因為是 純粹是輿論 其實這個東西 純粹是輿論 但是你要看一下 輿論背景 因為 九成的輿論背景 都是告訴你 他們都不知道 台灣都不知道 王喜是什麼人 對不對 你看他們說的 就知道 就是他們覺得 共仔 台灣人用語 港仔 就是香港人 去台灣 共仔 當然是說 共產黨 九成九的人 都不知道 王喜是什麼事 都不知道王喜是什麼人 他們覺得 總之就是大大款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好討論 當然討論的時候 討論一件事的時候 兩邊的認知 都應該要接近或者相同 才可以討論得到 但是兩邊的認知是完全不同 就是 譬如我現在說過 台灣ABC藝人 問你現在 你覺得他怎樣 你 我都不知道什麼 ABC藝人 啊 不知道什麼 你怎麼討論呢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 看完就算了 你只可以說 在這件事裡面 看到很多 文化差異 哈哈 大家文化差異 很多 台灣人 對於香港 可能有很多人不認識 或者香港是 或者香港是 近期王先生 多言論的確有點過火了 王先生每次言論 都會有些人不喜歡 因為 他也是一個敢言的人 但是敢言的時候 有時候 自己和老人 有時候都會不喜歡他 說的 已經很多劑 已經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已經不是一次的 哈哈 對於香港 對於香港人來說 有很多人 都會有些銀耳 這件事不出奇 我覺得 哈哈哈哈 求神拜佛 都以為是波波 不會啦 不會波叔 波叔不會 你最多都是說 波叔下一屆 有沒有份 做班底 做班子 但肯定不會是波叔做的 現在呢 我都不肯定 比卡超 一直 我都覺得有八成機會 因為是政務司 總之 比卡超 第一天做政務司 基本上就是八成機會 那兩成機會 留給上面想 究竟會不會有些什麼突發 究竟會不會有些什麼 突然出現的 情咬金出現 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八成李卡超 就是這樣 武官其實真的不知怎樣 投資沒有了 他們不會想這件事 他們 他們的出發點跟我們有不同 他們是要控制 大家聽話說 不要有聲音 大家全部都是同樣 愛黨愛國的中國人 是不是最好 其實他很典型露一輩香港人 對 我也覺得是 他跟我們年輕的一代 有一點點落差 但又不是誰對誰錯 因為 大家看的都不同 好 吃飯 多謝大家支持 多謝大家支持 訂閱 Youtube 留言 讚 分享 然後 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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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呢 是沒錯 上庇床 大家支持 恐懼的東西 沒得說 其實 外資 對於管 即是 對於現在也好 不是對於公公也好 對於 七一七 外不外資 其實不是他們主要要考慮的東西 他們是要控制的 還有在小粉紅的私人看下 沒有外資是不用死的 中國人吃草都可以熬到兩三年 怕虧 中國是靠內卷的 不是 靠內衰的 所以 我們一般人看的東西 跟他們看的東西不同 好了 吃飯了 拜拜 明天見 明天不知道會不會見 明天有機會見不到 拜拜 開玩笑 我們會不會見到 未來的是 我們愛看來的 敏窩 八重 我們去給每個月 有兩天 我要一天 一步 那裡 小聲 鵝 原來